内容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总结 啊进一个总结 那么咱们今天上午首先是介绍了咱们的课程体系对吧 你可以看到我基本上安排到了明年6月18号 我们的毕业时间什么都有啊 啊很清晰的一个一个课程的一个一个安排 然后呢 呃 我也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课程体系是怎么来设计的对吧 你看我云计算我们就是KVM然后OBSAC 然后呢 自动化运维我们就是按照一个真正的是按照一个项目上线 存无到有的一个全站的一个自动化 稍微行动安装监控服务配置啊 代码部署日子收集对吧 然后一个一个整套的 然后讲那个容器啊 这样的好 然后呢 咱们首先是介绍了云计算的基础的知识 比如说什么是云计算 对吧云计算是一种啊一种使用模式 它是通过网络来进行使用 然后呢 它的特点是这个可以安息使用弹性机费 对吧 然后讲云计算的分类 呃 私有云 过云 混合云 让云计算的分层 S PAS 和SARS 那么不同的分层的话 它们的那个 所管理的东西 所管理的层级是不一样的 你们现在不要看别的 你就在脑子里想 如果现在再搞一 PVT再浏览一遍 那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应该是想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然后呢 讲完云计算的概述 然后第三个我们讲的是这个云 呃 虚拟化 就是云计算 云计算和虚拟化的区别 对吧 我们知道了什么呢 云计算 不等于 不等于虚拟化 啊 只是用了虚拟化 虚拟化的技术 好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做了 KVM介绍 啊 KVM介绍 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 呃 内核 内核机的虚拟机 它要 配合这个 KOMU 来进行 使用 啊 配合KOMU 来进行使用 然后呢 我们讲这个 KVM 的 安装 怎么装呢 啊 我们是用KVM去安装一个 安装 一个虚拟机 对吧 安装一个虚拟机 啊 在这个里边你要去了解的几个技术概念是 第一个 这个步骤是怎么装的 对吧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文档发给大家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虚拟机 在我们的宿主机上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进程 哎 理解了这个进程 你还后面好多知识呢 就和这个进程有关啊 对不对 你这个是一个进程 你的CPU内存 硬盘去优化 都会有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 一个知识点啊 啊 这是这个 嗯 第七个 这个虚拟 嗯 KVM 虚拟 机介绍 啊 主要是介绍这个 KVM虚拟机的一些特性 然后第七个 我们讲这个KVM管理 嗯 主要是使用这个 VSH 和 和什么呢 和这个Libword 嗯 Termail介绍 哎 这个我 到时候给大家发一个 这个VSH 详细的一个中文的一个 所有命令的一个列表 这个的话 你可以保留下来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不是每次都能用得上 等你用上的时候 你可以来看一看 呃 它有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命令 你一定不能用 就是 Andify Andify 就是把这个虚拟机 就彻底删了 删完之后 这个虚拟机的Termail也没了 你就想恢复 你也恢复不了 啊 所以这个虚拟机 你要备分的话 其实两点 一个是它的Termail 一个是它那个 硬 硬盘 啊 它那个镜像 对 是这样的啊 然后我们讲到KV KVM这个性能优化 呃 介绍CPU CPU内存 IO 性能优化 好 我们先来想一想 CPU 第一个 上海文切换 我们通过这个 开启这个 什么呢 VT-S 这个技术 它可以加速这个上海文的切换 对吧 就是用户呃这个讯息的用户态到内核态 以及 宿主机的用户态到内核态 对吧 好 然后呢 还有CPU 我们介绍CPU 也可以使用呃 它这个Site 它它它这个Site 做这个呃 把这个进程 把某一个CPU的 核上 来减少这个cash miss 来提高它的性能 好 内存 我们首先讲的是这个EPT 这个影子列表啊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下去详细来的看一下 这样技术 它也是为了加快这个内存 内存寻止 因为它要涉及到 呃 虚拟机的 虚拟地质空间到物理地质空间 然后你这个虚拟机的物理地质空间 是宿主机的虚拟地质空间 然后要再到宿主机的物理地质空间 这样一个映射 是加速这个的 但这个默认 BIOS里面是开着的啊 但你要确认一下 一旦没开呢 对不对 好 然后IO的话 那么它默认就使用这个VOTIO 这个 这些东西你其实都没法去变动的 啊 第九个我们讲 KVM的IO缓存 缓存介绍 这个主要是 RedBike RedThrough 对吧 那么默认的话就是RedThrough 这样的话就 它比较安全 但是性能上面就会有 呃 没有 没有那么好 然后第十个 给大家留了一个是作业 作业虚拟机 啊 SintoS7和和Windows镜像制作 呃 这个需要大家做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以后你生产可能 肯定会用到这种镜像嘛 SintoS你肯定是必做的 而且我们就做一遍 那Windows的话 你可能也会有 这个东西 你虽然说的 硕实话的真的很简单 但是我也说了 你做过和没做过 它是一个质的区别 对吧 是 你看现在做过的 你比如说你让利格来说 你做 哎 这个好简单 你下两个驱动 然后呃 然后Watt刚一做的时候 把这两个配置 有两个参数把它写上 没了 好是没了 但你没做过的话 你这个脑海里 你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你画不出那个图 你看我跟他讲课的时候 我刚说的时候 我脑海里已经有那个图了啊 那样的 但大家是没有这个图了 所以你再做一遍 十一段我们讲了 这个 这个 哎 这个 OpenSAC的历史 主要介绍 版本的这个发展 还介绍了这个 它的一个组件 组件 组件介绍 是吧 就是OpenSAC 有 有多少个相关的项目呀 你看我们现在背一下 看有没有会背的啊 啊 呃 首先存 最最重要的来说 那个注册中心 还记得什么吧 Kidstone 镜像服务 Glance 呃 这个计算服务 Nova 网络服务 Nutron 这个快存储 真的 不靠 大家学这么 学这么快 这个 这个 好像是 之前 其他期没有学这么快的啊 一般 好 你还记住了啊 第二 十二 我们介绍了这个 呃 OpenSAC 这个 相关技术介绍 那么 这个 很多的技术 如果大家之前 从来没有听过的时候 你真的是需要看一看 第一个是 SV 呃 面向服务的架构 还有一个是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 嗯 这样的 哎 那么大家提前吧 SV消息队列 你看完 这样的话 我们在学习 OpenSAC的时候 你就特别有Gate的代入感 你说 哎 我们现在开配什么了 你说消息队列 哎 大陆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服务连 消息队列啊 你不连消息队列 怎么和别人同心 哎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大家这个学习的进 这个进途和进度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障 好 这是我们所有的那 好 这个13是我们这个OpenSAC环境准备啊 提前安装好相关的软件 好 那这就